巨凡巴黎塞纳河畔 德国莱茵河沿岸的住宅 台窗有河井 下楼有绿郎道 在台湾想同样感受这样的情调生活 591今天带你实现 作为大台北的母亲河 淡水河的右岸及左岸 分属出淡水及巴黎 海河交界的朝鲜奇景 包括艺术家蒋勋 零怀民都对巴黎的自然风光一见倾心 吸引许多名人雅士 言何而知 水岸线两侧景观宅不声美举 不过内行人都知道 买在巴黎左岸 欣赏城市范燕的右岸 景色才够看 今天开箱的豪宅是巴黎地标 左岸之王 以弧形270度环景一举称王 这个社区啊 当初短短两个月就完销 超过一半的住户 一出手就是两户以上 这把左岸的地位至今一丽比遥 白色流线形体 恰似涌动的波浪 也像风帆 玻璃帷幕和浴金石虚实错落 20层白派风采 驾驭水岸公斤 这里的生活缩影是这样子的 下楼就到水岸绿带 自行车道多座清水公园 只有未处第一排面和居 才能独占这物价成分美景 当然先给成功人士的家不仅如此 我们进门看 社区大尺度迁退12米 入户大堂挑高6公尺 齐聚旅美和壁楼设计师 融合顶级Villa下城市设计手法 随着水平视线望出去 满眼摇曳的旅意 珍惜河畔第一排优势 紫湾之王透过弧线型船舱 環景、透明、开放的手法 将所有动线移至景观面 让室内与大自然合为一体 环绕一圈 大厅往右是多功能会议室、侵蚀教室 内侧旋转梯射击而上 带你沉浸于书海中 打包式买访已经是豪宅界显学 今天要介绍的物件位在13楼 屋主一次买下两户 将生活场域扩张至156平 作为度假会所或子女同层分户 都很合适 走过敞阔玄关 弧形全景落地窗 连成270度壮阔视野 将东侧的台北市、大屯山与西侧出海口 全数吸纳到建筑空间中 全世界的富豪都渴望一扇无价的窗景 无论是矗立或安坐客厅 又或是用餐喝杯下午茶 视觉都能与千米水岸相互对视 欣赏美景之余也带你瞧瞧客厅最迷人的端景 西湖三十景之一 灵影禅寺 有台湾知名艺术家王高冰 亲临杭州非来风尚所画 谈天、品银、品艺术 高度近三米的杭州丝重座 整幅画由纯禅丝所做 稀有珍贵程度 难以用价格衡量 如果整层楼都是你家 你会怎么规划呢? 没想到吧 屋主在私领域只做了一间主卧室 将空间几乎都留给具有社交功能的 公领域 圆桌饗宴 摸字形大尺度厨房 公领域相互串联 形成回旋感 无论亲友来访小聚或是度假之余 都有了一处寄星之所 再往内一探 圆木质感充盈全市 蕴藏复古情调 六米六长桌聚会 私密揭晓 角落布局高脚吧台 居家派对圆满落幕 往抗厅的另一侧走 是通往与自己独处的主卧室 你有发现吗? 这里的廊道相对于公领域的气派 赋予了更多个人品味与美学 优雅入内 右侧安放男女主人的独立衣帽间 床头花香蝶舞马赛克壁画 让睡眠区充满艺术气息 主卧走进来 妥善规划了起居室和一间独立卫浴 这里的设计布局最重要的是要流露生活气息和文型感 屋主摆放布料沙发小茶几挂上喜爱的画作 要在这个私人空间好好喝杯茶看本书 游走在不同生活场域中 艰难从容不破 看完今天的豪宅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巴黎拥有著名的左岸步道 具有人口密度低 面淡水河 靠观音山等宜人居住品质 发展出富豪钟爱的水岸豪宅聚落 我们今天介绍的左岸之王 未处面合景第一排的镀金地段 弧形立面270度环景设计 无价的景观视野相当受到高端客群喜爱 全栋仅39户单层双并 屏数均值78平 如果是讲究隐私需要大屏数的观众朋友 可以参考今天介绍的物件 位于13楼156平的大通户 当然总价相对会有豪宅贷款限制 室内弧形全景落地窗 两方连成270度壮阔视野 供领域开阔 格局配套完善 也提醒大家 室内装潢风格属于个人主观表现 虽然可以减省 焦屋后装修的时间 但记得参考自身喜好多加評估 今天这集就到这边 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想要进一步了解物件 欢迎联系销售窗口有盈期 另外别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优秀点想讨论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